海軍陸戰隊 的時候呢 像就說這件事情其實應該好好來談一談 但你知道我個性就是軟弱 哈哈哈 對勞我們我們我在 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並不是那種的嘻嘻哈哈的 就是就是沒有 因為 你知道臺灣的網網民 去嘲弄軍人 是一種的慣性是一種的主流 過去他們認為 認為的軍方的是親國民黨的 所以他們對軍人來講 都是採取這種政治攻擊的姿態 碰到军方的死难 掉掉掉飞机的时候 你也就话戏后 然后呢 然后当当这个就黑鹰 最最最击的时候 也都是幸灾乐祸的嘴脸 我们不想 而是海军陆战队 在操舟演习 在汉光演习当中 把连连心操演 放进汉光演习里头的操舟 操舟的登陆这一块来讲 是海军陆战队 大家都知道很操 可是这是基本款 好 所以我当时不太愿意谈 是因为无论如何 他们正在命危当中 那现在为止 三位命危的官兵 只剩下一位还在抢救当中 然后呢 另外新增加的一条人命 是因为觉得 少校教官 他觉得好像有责任 结果呢 就不幸的就自杀了 那不管是自杀 或者是救命 我们都觉得很重 就是自杀是不足取的 然后呢 救命很重要 但这件事情的背后 他凸显出了现在国军操演上面 或者是操练上面 有很多严重的问题 今年以来 军队里头所发生的意外事故 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我当然第一个在乎的就是说 对于军人的士气 但我常常讲说 因为我自己是军人的小孩 我对于那种的军中的士气 或者军中的事件的敏感度 稍微高一点 我会觉得 从一个军人的小孩 我会知道军人大概会怎么想这件事情 他会对于就是军人的情绪 会有什么影响 那你光想今年以来 台湾的军方的事情是很多的 最大的事件 几乎都没有人在在谈 今年的一月的时候 在选举前十天 前八天的时候 我们的参谋总长 当时参谋总长 沈一鸣将将军上将 参谋的总长 带着呢 他本身的就参谋总长的一级主管 搭着黑银子 春节未落 要往宜兰走的时候 竟然撞山了 当天的天后 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 你说天上有云的难免 直升机躲云城 这常见的事情 竟然会撞山 结果包括参谋总长在内 那八个人死亡 这件事 事情因为这么多的星星 同一天的陨落 那个时候 对于选选举前的气氛的那种的 那种的渲染是非常强烈的 你竟然再重提这件事 感觉上面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 没有错 没有就今年初 就是大家对于这种的这种的意外啊 对于军中的意外 你你有时间感 对你有时候会有会有距离感 所以你就你就不太容易进到军人跟跟军眷的情绪里头 军人跟军眷这种事情 他不会觉得很很远 他会觉得离我离我这么近 我的家人在在里头 这是第一个其实重创军队士气的一件事情 是的 然后第二个对了 因为我后来看到我前两天看到视频画面里面 有人提到就我那天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哽咽 我在哭 我在放放军歌 因为他是空军嘛 对我我我承认 我那天我的我的情绪是很强的 再来你看到在疫情爆发了之后 台湾的其实最大规模的一波的疫情 就在敦牧舰队上面 敦牧舰队我们刚讲了 就是他出海 OK那个是 而且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敦牧舰队的航程 你看看看看都非常的简单了 可是回来了之后呢 带了三十几个病号回来 这三十几个病号 当然不信中之大幸 这些病号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都没有扩散力 台湾这方面来讲 还有需要流行病学调查 就为什么这个病毒在国外传染这么容易 可是在台湾他们下了船 跑跑回家到处玩 跟朋友聚会唱卡拉OK KTV通通有 到Pub也也混在高雄也混了好 好几天回来 亲密女友 然后也有女朋友有一个家人 都没事好吧 那这当然是不信中的大大幸 可是这件事事情对敦牧舰队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还是交代不清 然后整个海军 因为他敦牧舰队 海军也焦头烂耳 大家也觉得 这个敦牧舰队呢 都好像很带赛回来 而且整个的海军 整个敦牧舰队就被另眼相待 就觉得好像被 有时候被歧视的眼光 这是海军 但是我就更不可思议的是 是海陆 时隔两个月 海陆出就出事情 天下第一队 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 当然他的那个操练 是所有军队当中最严酷的 对因为海军 全部都是不合理的要求 对我们 没有合理要求 我们讲的天堂路嘛 对啊 天堂路是海 所有的那个礁石啊 所组成的 古老石 对你去 你去这样子爬的 那个是我们看得到的 对对对你们女生来讲 看到的时候会觉得 我从来不敢看这个画面 那我觉得奇迹不各大对不对 很多人也许可能会 因此就觉得说 他们体格真好 我向来不喜欢看男生体格 所以我对这一点兴趣都没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一点兴趣都 对所有的血腥画面 我通通不喜欢 对了 当然这这很合理 我是说当海军陆战队 呃中华民国的海军陆战队 当然很有很有他的历史传统 他的光荣感很高 嗯 那海军陆战队 我前两个前两个礼拜 我们才刚谈过 我们刚谈过说因为东沙有事 那我们的好朋友军军事记者 吕昭龙写了写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呢 海军陆战队呢 要用疑讯的名义 他加引号疑讯的名义 要回到东沙 现在是说疑讯两个月 是 目前初步估计 确定是两个月 是不是两个月 我们不知道了 因为因为所有的这种 就是说比较特殊的军事调度 刚开始都会告诉你说是暂时的 但是之后会不会变成是永久的 那以后再再看 他告诉你两个月是说 啊你不要紧张 我们只是呢 暂时到那个地方呢 去演训 那就就就就回来 那还还是有海巡去叙手 因为这毕竟是李登辉之后的第一次 好 海军陆战队呢 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 他的设定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艰辛的一些训练 他不是只是为了秀 说秀肌肉 秀猛男 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的每一个训练 其实都有他 演训在实战作业的时候呢 他会需要的 因为抢摊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他们要抬着那个艇 然后去跑 在沙滩上跑多日 然后呢 他们要在礁石上面 匍匐前进 然后或者是说 他们必须要这样翻倍 然后底下明明是礁石 他们还要翻倍 那都是因为他们在 痛死 实际上面抢摊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遭遇的一些 呃 情境 所以他们真的是情境模拟 这一点我们其实必须要很赶佩 所有愿意参与海陆的人 所有海陆的人 他们是高度骄傲的 因为他们一定是体格最棒 对 他们一定是最耐操 他们一定是最有磨练性 才能够进入海陆 所以其实发生事情的第一天 我跟你讲 其实第一个时间的感觉就是 海陆被溺死 真的是不可思议 对啊 因为他不是一个 一个很复杂的操演 那刚刚说奉卿讲的海陆 因为台湾的台湾的军队的原额 在缩编了之后 海陆从过去了两个两个师 这两个师从过去呢 蒋中正时代呢 就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子弟兵 因为他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的先头过部队 海陆下面平常我们看到做很多的 就是说呢 军事肌肉展现表演的 你最常看到的是两栖 征州大队的蛙人 还有呢 海上爆破大队 你要知道这两个部队都是属于海陆下面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在海陆 他都在下面的 那尤其现在他把两个师编 缩编成两个旅之后 海陆当然也都能精兵化 而且海陆特战化 就是海陆战队的现在都开始进入到的特战 这配合美国就换句话说他们的那种的特战的训练了 针对的小规模的冲突夺 都夺岛 因为大家现在预期就说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夺岛跟斩首 这个对海陆来讲都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海陆的特战化 那以及在夺夺岛的冲突当中的准备 这是海陆重点 可是当这个是意外事件发生了之后 我们总想海陆 海陆就是觉得 而且而且这这次演训的你知道参加参加汉光演习不是一般人参加 他可不不是那个就敦目舰队的那些阿兵哥回来了 他不是菜鸟 对他他不是菜鸟 他一定是牢鸟 你看到现在落海的落海的三三个 然后呢现在有有意外 意外的有两个已经已经把管的确认死亡的 一个上兵 嗯什么叫做上上兵 二兵一兵上上兵要退伍前的叫做上兵了 退伍前照 如果过去我们就服役两年的话呢 大概就最后半年你才会升上兵 最后半年呢 才会挂三条升上兵 那就是告诉你就是你已经是老老鸟你代退 那因为我们现在当兵的时间都很短 我甚至于怀疑他应该是属于这种 嗯他是他是属于职业军人 对的职业艺的 他应该是职业艺的 对就是说他是上兵 他应该是职业军人 他可以说是职业军人的菜鸟 但是已经是上兵了 对 好你看他里面最之前上兵 再来中士 对 上士 到士官了 那都已经是职业军人 那个大概这种的联心的操演 光是以联心为名的操演 过去海军陆战队一年 他不确定多少次 但是都会有很多次 那现在虽然说呢 在金边了之后呢 把他浓缩 大概一年 类似以不再以联心为名的联心操演 那最少有一次 而且并到汉光里头 他绝对是海陆里面精挑细选的 那当然他会说 那海陆被水淹死 那还叫做海陆吗 因为海陆的最主要角色就是抢滩 是啊 就是你要你要去就是就是不管用各种方式你要去攻攻击 摊摊头 我们看到的表演都是在都是在路面上的 但实际上面他们的训练绝对在海浪下的训练是最多的 是但我们也都也都能能接受就是军军事演习一定有意外吗 你哪知道什么什么东西 反正总而言之就你会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意外是我们在设想演习当中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可是事后我们去了解你的训练显然是有有问题的 一只一个你看说风浪大海陆不能跟人家讲风浪大 那会被人家笑 那那你平常在哪里训练 他平常在港口里面去训练 那当然就没风浪 港口里面风平浪静 对啊 是是你去度度假看什么叫做港口 港口就是把风浪阻挡在外面 没有错就是没有浪的地方做训练 然后到有浪的地方去做汉光演习 那个情境本来就差很多 那不是不叫而杀吗 对所以大家会说 哦原来原来你平常训练是这样 那场景差很多啊 可是就算是场景差很多 这些都是很资深的士官兵 他们基本上身上还穿着救救生衣 而且基本上面的都曾经是全全副武装重装抢抢贪过的 那都还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们说当然他是不幸的 但是我觉得最少你在检讨的时候 在看待意外事件的时候呢 媒体不要嬉皮笑脸 那个呢 那个那个是最让人痛恨的 但是同样的军方检讨的时候呢 也不要轻描淡写 那你看到这是连续性的意外 每次都检讨过一半 对连连续性的意外 我不要说是谁带谁带赛啦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很很很很神秘主义的谈论 可是今年以来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作为三军统帅 有必要的去让让国军的士气 重新的提振 你凝聚一下 这几件事情对军方士气打击是很大的 黑鹰直升机的意外 虽然说现在判定是人为的意外 可是无论如何 会去担任参谋总长的架势 他绝对是精挑戏 当然啊 当然安全会很高 一兵是板中选一嘛 会出这个意外 就你精挑戏来的金兵 结果也出这样的意外 然后或者是说呢 你看到敦目舰队 到现在其实他为什么要出海 然后呢 他到底怎么染疫的 然后这中间呢 很多的一些细节 其实是不清不楚的 不明不白 追究不测定 就是刚刚讲的 心描淡写 这一次我们希望他不可 因为三条人命了 还有一条在抢救当中 如果再轻描淡写下去的话 请问一下国军还有作战能力吗 海军空军海陆 这到底还有哪个军种可以作战啊 除了网军之外 没有作战能力了 对 所以三军统统 所以大家之前就讲就是说 就是说陆军空军加网军 那把海军都已经剃除掉 不过因为这次出状况 就发生意外的是陆战队九十九旅 陆战队因为陆战队两个旅 一个六十六六旅 六十六旅的主要的任务 是反斩首 他部署在哪里 在北部 在在关渡 就就是 所有的想要想要从淡水河上上来的 你就先先先面对我陆战队的六十六六旅 陆战队的九十九旅 他的任务就很复杂 他基本上面的要不只是在整个南部地区 还有南海的地区陆战队九十九旅就是原来要 疑训到东沙的 那如果说今天 实际上面你要去在东沙要进行了反反夺岛的疑训的演习 可是呢在汉光演习的联心操演当中 这种抢摊登陆都发生这样的意外 你会你你会让第一个对海陆的阿兵哥来讲会觉得这有损我们的威名就怎么会在会在这种的基本的训练当中会出这么大的意外 第二个你会让让这些海陆的士官兵的家人会觉得非常的不放心 这种最简单的操演 以往汉光我们会拿出来笑一笑的都是打把拖把 因为那不涉及到人命 大家就是笑一笑带过去又打不中 鱼类又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次是出人命啊 出人命而且出在海陆战队在海上抢摊的时候 我说那个情节会发生意外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在检讨的时候是必须要落实的 这次是出人命啊 感谢观看